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時空專梭甚至是人類希望做到的事情 人類已經證明了一件事 其實證明了Stain Gate那部戲 在幾年前說的事情多瘋狂 Stain Gate擺明又是知情人時刻 為什麼? 因為Stain Gate那裡是說 他沒有辦法將任何東西傳遞 但他發現可以將資訊傳遞給之前 所以Stain Gate整套就是說 他藉著電話把短訊傳給之前的自己 讓他改變了現在 《並運食之門》 整個故事都是環繞著手提電話而發生 每一集都能夠看到主角 多次使用手提電話和人通訊 甚至故事主線就是主角 在模擬中蟹進了影射歐洲核子能研究組織 SERN 的虛構組織 SERN 之後發現主角剛好使用手提電話 送出了一封電郵 這封電郵竟然傳到過去的時空 被自己過去時空的手機接收了 因而發現這種方法 可以和過去的自己通訊 但是現在已經人類證明了 現在雙這種能力已經是可以 在這個波圖當中 將資訊傳給過去的 2011年3月15日 美國填納西州范德比大學的 校內學術研究集資 Research News at Vanderbilt 訪問了校內物理學教授 Professor Thomas J. Weiler 及其助理何超文 Thomas Weiler指出 如果它的理論正確 歐洲核只能不研究所的 大型強子對撞機LHC Large Hadron Collider 可能是世上第一部能夠 將物質帶回過去的機器 因為製造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的目的 就是要尋找上帝粒子的 希格斯波色子 Higgs Boson 假如成功尋找到它 不單能夠解釋為什麼物質會有質量 並且在產生希格斯波色子的同時 也可能會產生另一種 希格斯單重態Higgs Singlet 的粒子 按照Thomas J. Weiler的理論 這種希格斯單重態的粒子 可以跳躍到第五度空間 令這些粒子 可以於時間流取以前進或後退 即是可以走到未來 或者是回到過去的時間 假如能夠製造可以時間旅行的粒子 就有可能藉著粒子 將信息傳到將來或過去 人都說做到這些事情 神做不到 人去到奇異點都希望做這件事 現在打算發出資訊 大家都知道 開頭發出資訊 後來就可以發出很多東西 是不是 很瘋狂的 你想想想想 我當由今天計劃 你將你的3D印刷 online 會不會將來的你可以藉著大量的資訊 用你的3D印刷 將來的資訊 如果既然現在已經可以把資訊傳給我們 其實是很快的 其實是不需要物質過來的 它是需要資訊過來的 已經可以做到物質出來的 我們根本已經是說出現代科技 現代科技做到 所以你想一想 為什麼不可以將我們傳到1萬2千年前 這個現在我覺得是最接近事實的一個理解 因為事實上你要理解 我們所說的人類文明從來不是 今天你認識了C 明天投票出個否字 然後我出另一個字 我字 你就出個你字 於是投票有了中文字 沒有可能的 有歷史以來所有人類文明是一天之間給了它 蘇美人就已經證明了 它是一天之間有了文明、社會、體制 它們的字母250個 你去背給我看 它們的文字字母250個 是一天之間給了文明 一天之間 它們有了政治、經濟 還比我們更加現代 涉型文字Conform Script 這個古老文字 起源於底加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流域 由蘇美爾人於公元前約3200年 直距今約5200多年前發明 被公認為世上最早的文字之一 次型文字約3000年歷史中 由最初的像型文字系統 逐漸簡化和抽象化字型結構 文字數目由青銅時代早期 約1000個像型文字 減至青銅時代後期約400個字母 於2600年前的亞術帝國時期 再簡化至300個常用字 都後期以逐漸由像型文字 演變成音節文字 即是以字母構成音節的文字系統 根據蘇美爾人自己的歷史記載 他們的文字、語言、文化、城市規劃、政治和經濟系統 都並非很多所謂歷史學家的想像和胡說 認為是人類經過歷史的漫長時間一步步建立 相反是一班被蘇美爾人稱為天上來的Anunnaki 將所有文明一次過授語和交道他們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蘇美爾人可以在一日之間 得罪一種超過1000個文字的言語 甚至超過300個音節的字母構成的文字 對比明顯由人類自己發明的語言 例如現代英語只有26個字母 系列文只有24個字母 蘇美爾人的語言系統明顯複雜上百倍 假如人類歷史如同那些進化論的學者所說 是由木不適丁、武文明和語言的原始人開始 慢慢一步步進化和發展出語言 這樣所有語文應該都是由簡單開始 一步步變得複雜化 智慧亦由少數慢慢一步步變多才是正常的演進 但當我們仔細看聖經 就會知道是神創造人類最原始的語言 因為人類的始祖阿當和夏娃被造的時候 就已經能夠與神和蛇用語言溝通 當人類建造巴別塔後 也是神將當時人類唯一的語言變亂 將可能高達過千種的不同語言 在一刻間吸引人類 令人類無法再合一敵黨神 所以想千種語言 全部都是由神所創造 並與一刻間吸引人類 完全印證蘇美爾人的歷史記載 就是人類的語言和文化 根本不是由人類自己創造 因為這就是來自他們的文獻 在黑門山下落了一群人 將文明給他們 蘇美人很多這些 是給了文明他們 我們早期說2012信息最早期的 蘇美人 他們的科學 他們的月曆 他們的日曆 馬年曆 看幾萬年 哪有幾萬年給他們看 他們突然間給了這些科技 是誰給他們呢 現在我們就知道了 你記不記得我說 奇怪 我們說2012信息 2012信息 2012信息 但是自古以來 2012信息 2012一向是用一條蛇 咬自己的尾尾 做一個記號 一條蛇咬自己的尾尾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整個銀河系 Dark Grave 都是用這個方法 他們是畫銀河系 Dark Grave 甚至黃道十二宮當中 特意還要 直著射手座 和天鷹座 中間的位置特別強調這件事 就是太陽在2012年10月21日 就是那裡會升起 就是在這個位置升起 就是在說什麼呢 原來在說2012信息 今天是為了製造一個循環 在歷史當中 好像一條蛇咬自己的尾尾 那個圖 就是奇怪 為什麼中國人留下這個標誌 全世界都留下這個標誌 就是一條蛇咬尾尾 一個循環 或者一條魚咬尾尾 有很多這些圖 是這樣的形狀 但是一定是說2012的 但是原來是說2012信息 現在你就明白了 原來打從一開始 根本我們一直說 就是印證這個訊息 是印證 根本時空不是摺疊那麼簡單 是循環一個圈 是循環一個圈 回頭 你記住 Dark Grave說的 164億年的時空那麼長 那麼有趣 動一下又說5125年 動一下又說幾多個太陽幾 動一下又說164億年 無論是以色列郵票 中國的圖 很多地方都是用這個 這麼有趣的共同 就是一條蛇咬自己的尾尾 但是全部都是說2012的 甚至諾塞丹馬斯 他都有去畫 關於將來的圖 都有畫這個 現在就明白了 人們從眾多歷史稅件 包括各種預言 馬眼年曆 逆經 墨田圈 Simpsons Cook 大金字塔 拉線 Webbot 及天文現象等 察覺到這些稅件都不約而同備 指向2012這個年份 甚至太陽於2012年冬至當天 即是12月21日 從銀河的黑縫Dark Ridd 即射手座與天鷹座之間升起 在一條仿如蛇的銀河中 好像從蛇口上來 蛇口又咬著蛇尾一樣 一條蛇咬著自己的尾巴 這個就好像銀河的圓環 亦成為了2012的標記 因此2012年前 人們都非常好奇 究竟這一年有什麼特別呢? 對於外邦人而言 他們能夠作出最貼切的估計 就是歷史上所有提示都是一個警告 警示人類將暴入毀滅的災難 現在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條銀河 就是解開啟事錄的旺道十二宮 而這十二宮就是一個圓環 由金牛座的Alet 到白羊座的Tab 歷史留給我們有關2012年的提示 就是好像蛇的銀河圓環 並非2012年代表世界末日 其實所有提示 是為了讓我們認知銀河是一個圓環 也就是整個人類歷史從Alet走到Tab 原來整個人類歷史 並非一條直線的單線行走 而是好像一個圓環 與蛇頭咬倒自己的尾巴 代表辛苦 藉著時空穿梭 回到創世之錯 與神同創 以鐵像核管列國 再次重新參與這六千年人類歷史 原來到了這一刻 誰能經過這個訓練 鍛鍊 能夠接受 能夠通過的話 他們其實是有這個獎賞的 換句話說 辛苦 除了他在這個時空 出生成長 並且完成他的使命 但問題他會回到一萬二千年前 一路成為一個time travel者 過這一萬二千年 而去到2012信息的時候 在我們這個信息完結的時候 他會接我們回去 但是我們接自己的手 《聖制啟示錄》本身 一直是說一個 這樣的時空 和發生事件的程序 那個程序 所以很多人看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他無法解釋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 叫他出來 他出來就立刻做這些事情 但其實現在我們就知道 其實我們可以互體同一個時間兩次 這就是神所比 神父所擁有這個寶座的特權 有什麼嘛 Sher beispielsweise 幸福的人 就是神父 從美國 oradaами 我說老 armies 開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